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获取最新女排消息,请点击订阅 经过了一个礼拜的等待 我们终于等来了女排联赛八强赛次回合的较量 首回合的比赛,天津和上海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 江苏和上海还是客场取胜 山东女排的韧劲不足 只和江苏女排打了第一局的势均力敌 剩下三局完全就是溃败 深圳抓住机会和天津打了32分的单局高分 让天津女排显丢局,惊出一身冷汗 最遗憾的就是北京女排 领先两局却被辽宁大逆转 次回合的比赛将在15点30分同时开打 深圳、北京、江苏和上海都是主场作战 由于是同一时间开赛 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说就非常不友好 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因此必须要做出取舍 辽宁和北京的这场比赛绝对是看点 赛前还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 那就是辽宁籍的人无法买到北京主场的观赛票 他们只能通过俱乐部进行购买 这也把北京女排推上了风口浪尖 要知道,本赛季的北京女排球迷 对其他客队并不客气 有时候还会干扰比赛 辽宁女排能否一鼓作气晋级四强 这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天津和上海作为目前最强的两支球队 有望在次回合较量直接晋级四强 当下瓦尔加斯已经离队 天津女排只能靠自己 目前来看,这套全华班的阵容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如果洋溢能够上场的话 球队的一传将会更加稳健 大概率不会出现第一回合那一局量胶着的比分 上海女排引进了须一支进行了复工线的补强 现在她们进一步缩小了软肋 打身高不足的福建女排应该是信心满满 山东和江苏的比赛 我们就期待张长宁能够上场 首回合较量她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 但是却没有机会上场 回到主场希望她能够上场 帮助球队晋级四强 来看看具体的比赛对阵情况 深圳中塞龙华VS天津博海银行 首场比赛天津队虽然是3比0取胜 但过程并不太轻松 遭遇到深圳队的顽强抵抗 一度差点被深圳队打破不丢一举的金身 主帅王宝全不太满意球员的发挥 暂停期间似乎还黑着脸 认为场上球员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比赛专注度和球员兴奋度不足 淘汰赛的对手越来越强 我们不能有一丝松懈 第二场是天津队是客队 王宝全将对全队提出更高的要求 结束首场比赛之后 原本计划是要休息被取消 进行了加练 28号早晨 天津就飞往深圳中午到达 下午就投入到场地的适应训练中 王宝全全场在抓细节 球队从扣球 发球 一传等都分别进行了训练 天津的气温跟深圳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即使深圳的温度较高 但仍然需要预防流感 王宝全也一直在提醒球员增减衣物 注意身体 北京汽车VS辽宁东港草莓 在第一场比赛 北京队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遭到辽宁队的大逆转 所以这场比赛只有取胜 才继续保留机会 两队的实力很接近 主要看临场发挥 北京队今年引进了外援拉扎列娃 拉左围棋 还是很希望取得好成绩 相信他们的目标 起码是要进入4强 王云露作为国家队主力 在北京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表示球队还有晋级4强的机会 所以会全力以赴 拼好次回合比赛 争取胜利 那场球第三局和第五局都有机会拿下比赛 但出现起伏 辽宁队的外援主公米哈伊洛维奇 实力很强 首场能够赢下来 他立大功 江苏中天钢铁VS 山东日照钢铁 首场江苏女排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成功逆转赢得首场胜利 张长宁一直随队 并且进入热身活动 虽然还没有上场 不过相信后面随着比赛的进展 张长宁会迈出比赛 状态怎么样是值得期待 甚至有的球迷期盼他能够打出好状态 参加明年国家队的比赛 从实力看江苏队还是明显更强一些 上海光明优被VS福建安息铁观音 第一场上海女排3比1赢下 福建女排在后两局还是打出了不错的水准 尤其是防守做得不错 任劲很足 打得很顽强 成功扳回一局 上海女排虽然实力更强 但依然不能小觑对手 说完联赛 再聊聊国家队方面 女排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晋级八强的球队正在为了最后的冠军展开争夺 而拥有多位国手的天津女排受到了关注 作为近年来国内平台的霸主 天津女排在联赛中连续夺冠 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今年又代表国内参加了试剧杯 并且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第三名好成绩 优秀的整体实力 加上拥有当前国内排坛的巨星李盈盈 天津女排依然是本年度联赛冠军的热门 因为这一次在李盈盈的带领之下 其他球员的发挥也是日趋优秀 其中部分年轻球员用自己优异的表现 让自己的竞争前景一片光明 最显著的代表就是王毅竹 从联赛到试剧杯 在李盈盈发挥波动的情况下 王毅竹很好地完成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在对角位置上的搭档 王毅竹的发挥可圈可点 天津女排能够有如今优秀的成绩 与王毅竹的精彩发挥也有很大关系 甚至在个别时刻 王毅竹甚至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这样的状态让他也成为了 当前进入女排国家队的热门人选中 所周知 由于中国女排至今还未获得奥运名额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对现有阵容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国家队主教练蔡斌正在利用女排联赛 来考察合适的人才 王毅竹这样精彩的状态 再加上和李英之间的配合默契 让他进入国家队成定局 当然除了王毅竹之外 另外一位年轻球员的发挥 同样成为了入选国家队的热门人选 他就是来自江苏女排的主攻手吴孟杰 虽然在开赛之前 外界将更多的焦点 放在了时隔三年重返赛场的张长宁身上 然而由于伤病并未完全恢复 张长宁并未在女排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出场 也给了其他球员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吴孟杰就抓住了这样的契机 而本赛季 江苏女排一直高居积分榜前列 吴孟杰的发挥至关重要 曾经江苏女排在张长宁的带领下 取得的成绩也不过如此 如今吴孟杰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可以说在和张长宁能力的对比中 并不落一下风 张长宁作为曾经女排的核心球员 拥有相同实力的吴孟杰也理应入选国家队 获得重用 无论是王毅竹还是吴孟杰入选国家队 也符合女排更新换代的客观需求 当前教练蔡斌因为固执 坚持使用一套首发阵容 不仅频繁引发争议 更让对手可以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调整思路和用人已经迫在眉睫 两位新人的精彩发挥 给了蔡斌调整用人思路的契机 那么支持蔡斌重用年轻球员吗 欢迎留言讨论 给参与 Bottom 仓台不在无论 优獨 Chop 可以设计